今年600万剂的公费流感疫苗 10月1号开打 而疾管署最新统计 三周以来已经接种了252万剂 比去年同期多出了百万剂 造成目前医学中心还有诊所 都相当的缺货 有不少民众自己就是自费 打这个自费疫苗 而部分的医学中心诊所 已经出现了缺货的一个状况 要到11月中才来得及补货 甚至有中南部的诊所 预约名单已经排到了12月 疾管署也强调会尽快协助厂商 向国外进货还有补货